固有相逢 没想到竟然是个骗局 首都一名青年和多年不见朋友相聚 对方建议要租用他的银行账户和身份证 用于网络生意 没想到这名老朋友竟然拿着青年的个人资料 到处和大耳龙借钱 最终更揭发这所谓朋友其实是借钱还赌债 这名来自甲洞的温先生今年22岁 是一名代业青年 在上个月初 一名失联三四年的余姓朋友突然约见面 声称要以每个月300令吉酬劳 租借他的银行账户 以处理网络生意的业务 市主不宜有他 交出身份证和转账卡 让对方拍照记录 原以为可以赚外快 没想到却是噩梦的开始 两星期后男子向他坦诚 他其实是利用他的资料向大耳龙借钱 也不是为了生意 其实是还赌债 他按说也是在喝茶 他接上耳龙给我 我讲我不会去接耳龙 他讲要接你自己接嘛 为什么我接呢 因为我没有钱都好 我至少都有骨气 都不会接大耳龙了嘛 然后他就讲 你帮帮忙啦 我还是讲他那边接不到啦 他就讲我帮帮忙啦 我这边接不到啦 你不帮我 我是等死的 男子软磨硬泡 承诺会偿还债务 还出言恐吓事主 指大耳龙会上门骚扰家人 温先生只好无奈签下借据 结果短短一个月内就签了八张借据 直到上星期三 大耳龙开始打电话及上门追债 事主才发现男子还伪造薪水单 以他的名字向许多大耳龙借贷 欠下至少两万令吉 这时余姓男子已经不知去向 就是这个人家 就是这个人家 给他资料 给他资料 做小资料是要跟他对方借钱嘛 我说我儿子没有做工的 他说阿姨是你儿子上来签名的呢 全部都是阿龙跟我讲 事主今天在行动党直辖区公共投诉局主任 游家豪协助下召开记者会 要求余姓男子现身交代 并警惕大众不要轻易交出个人证件 巴都空间陈欣怡吉隆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